當下掉下來的時候 其實就是覺得很可惜 那就是也想要 在這次巴黎奧運留下美好的回憶 所以我上去我就 還是補作了一次 然後把後面的整套 盡力的發揮完美 不放棄直到完美落地 唐嘉宏決賽掉槓後 立刻把失誤關鍵動作重新做好 但不只他一人 還有其他選手也掉槓失誤 還有不斷的落地失誤 選手們一個個上場 像瘟疫一樣傳開輪流失常 但這八位是全球最頂尖的 單槓選手 卻有六位都在奧運決賽 沒有完美把握 上一屆奧運開始吧 單槓的一個魔力 對 那就是這個動作 其實它細緻度是非常 就是它的技術是非常細的 對 就是你一點點沒有控制好 其實它離槓的距離是 你沒有辦法控制 決賽只有第二三位出場 日本籍哥倫比亞選手 完全掌握套路日本拿到金牌 但從唐家鴻開始出現掉槓 總分應深深比資格賽少一分 連日本的山野也掉槓 克羅來西亞選手連掉兩次 兩人都只有11點多分 還有中國原本排名第一 畢竟決賽選手 重心不穩落地 還並列了銅牌 同隊也有選手也是重心不穩 還有賽普勒斯選手也一樣 體操協會則說 吊槓就會被重扣一分 落地失誤則會扣0.1到0.2分 如果說有問題的話 那個場地他們就會有所更改 或者是提出抗議了吧 鐵操協會秘書長推測 唐家鴻掉槓後 其他選手恐怕壓力很大 決戰關鍵是心理素質 他不會有僥倖的空間 所以所有選手他都想要成功 那上去一定會承擔非常大的壓力 我覺得這個銅牌是很 主要是老師跟團隊 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是不滿意 唐家鴻也說不滿意 這次表現現未來還能再拼 要拼過自己比銅牌更好成績 體驗新聞綜合不得 TVBS大運動家 運動迷一起競技的殿堂 馬上下載 跟中華隊一起All Win